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个有二两热血就上头的混混 你少在这儿撒泼 你这个只有二两热血就上头的小混混 杨采薇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发誓报恩 他却因你枉死 今日无论如何 潘大人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 所以你在生死方式尽 是想等到今天亲自动手 当然 不亲手杀你 又怎能消我 同是知有之恨 你 你这个有二两热血就上头的混混 你少在这儿撒泼 你别以为你什么都知道 我警告你啊 你要是敢冤枉好人滥杀无辜 你那死去的朋友 他从地底下 他爬都会爬出来找你算账 沈婚芝 你先别说话 给我闭嘴 你这个只有二两热血就上头的小混混 再不跟你包扎 再不跟你包扎你就死了 你 刚才说什么 你这个有二两热血就上头的混混 我杨姐姐对我可好了 兰华杰就是她教我的 上官小姐来找我买首饰 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呗 阿江又发什么疯啊 你到底真没认出我啊 上官小姐 果真是胆色过人 方才的一番直言 震龙发魁 刚才确实是在下鲁莽了 不过 不过 上官小姐你说 在下冤枉好人 难道是已经知道 这幕后真凶 是谁了吗 没错 那日去生死方 我跟潘大人就是去抓凶手的 觅而不宣 那是因为怕打草惊蛇 就算你不信潘大人 你也得信我吧 是 上官小姐的话 我自然是信的 少主 上官者和潘岳是一伙的 她的话不能信 我说了 我信她 既然凶手已死 我与潘大人的七日之约 就算了了 不过大人可要记得 你还欠我一件 不是 走了 搭这么大个台子 一点想都没有 没意思 我刚才那么一闹 她定然又会嫌我多事 说不定 还会以此为借口 赶我出县衙 不行 我得想想办法 先发指 什么指 大人 我觉得我作为县衙的一员 自当挺身 大人你别客气 县衙有难大人遭够 我要是袖手旁观的话 那岂不是辜负了大人 当初愿意让我进县衙的好意 刘不快 你说是不是 是是是 上官小姐 您今天是虎胆雄危啊 为了咱们大人的颜面 也为了县衙上下的安危和尊严 我们必须得舍免一搏 上官小姐 临危不惧 就县衙于水火呀 简直是一女当官 万夫莫开 哎呀 令我等佩服的是 五体投地呀 五体投地 我当时说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来着 邪不压正嘛 你别看她阴雨露她狂 她狂 还能狂得出咱们上官小姐 和潘大人的手掌心吗 是是是 严重了 严重 严重了 如此说来 我还应该谢谢你了是吗